你可以看一下,在彈簷裡面就會有一個解析度 那這個解析度的話呢,就決定它是官320高240 單位是項數,就是PS 記得是這個單位 那另外一張圖的話,就是IREC這一張按右鍵下載 那它的解析度是多少? 它解析度的話,你把它戴起來看一下 這個右鍵內容看一下,它的解析度是104157 那我要怎麼去做一個設計 首先的話呢,通過來說的話 請你在這個上面 這個emailview上面 點兩下,然後呢,再往下看 需要更改的步驟呢 按右鍵 這個他的ID 那我名稱叫做emailview1 按確定 那底下的話呢,往下找 會有一個叫做什麼呢? 它的height height的話呢,就是我剛剛的那個280px 高度,啊寬的話呢,是320 然後呢,位置原則上 exo,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Sluid layout,就是絕對位置 所以坐標的話呢,是0 那,Y的池大概差不多給個36左右 這個位置 那再來的話呢,在拖拉豬下一個 emailview 那它的寬 寬是這個104,它那個值 然後157px 那它的坐標的話呢 原則上在100跟120之間 大概差不多這個位置 100、120之間 這個位置大概稍微記一下 否則你會對不準,對不準 接下來在底下呢,做兩個button 這兩個button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了這個界面的設計 接下來喔,接下來我們如果知道 程式專頁當然跟前面一樣嘛 我們的游基的流程喔 大概先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我們同樣宣告 宣告發展跟image 總共四個嘛對不對 那我們宣告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宣告在這個 全域的範圍喔,底下比較早的到 再來的話呢,實力的話喔 把它做一個翻譯把ID 那名稱的話呢,就是像喔 我把它取的名稱喔 都把它同意喔 這個名稱也把它叫 一個IV1喔 一個